今天的目的地到了 现在中午了 也不是目的地 在这里吃个饭再走 这里呢是个村庄 看看 河对面就是大路 这个水没有上面的青 有啥说啥 上面的很青很蓝 这个呢泛着绿色啊 有点浑浊 这还是我爸做饭 中午呢我们依旧吃面条 番茄青菜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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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几个 鸡肉 河 decreases 鸡肉 鸡肉 上鸡肉 鸡肉 鸡肉 一大碗面条 放在这里 坐在这下面吃 一大碗面条 一碗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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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凳子桌子都熟了 吃完饭了 刚刚就看了一下地图 大概还有两公里 就要出神农架了 出了神农架呢 这边啊 跟宜昌接壤 湖北的宜昌 哎呀 在神农架这么多天 还是有点舍不得离开啊 这里边的环境真的非常好 我先问问我爸 我爸是什么想法 这要走了又是什么想法 听听他的想法 站在这个神农架这么多天了 马上就要离开了 有啥香粉吗 这地方喝味的地方也多 山清水秀山高 人比较少一点 可是房子盖得好 咱们家你看人家这都是外飞刷 三层四层 咱们那边都是一两层 对 转婚结构 人家这都是水泥钢琴 康架结构 在人随人的时候 他们热情的很 问人家什么事情 人家密码对人 比在这老家里人热情的很 在这公路汽区 罗产大 几川湖里也多 对 在这高雅县也是汽厅 你看 寻珠河岛 从这个山上 两边弄的那个钢丝性拉肚 不要点线盒 真没见过 朋友们 我再说说我的想法 这里距离我家六百多公里不到七百公里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自驾游的环境非常的不错 大家也知道我去的地方比较多 就我们开这个车自驾游从阳日镇进来 可以说每隔多少公里 反正就开不了多久啊 开个半个小时吧 你就能看到公厕 就能看到停车场 并且的话都是免费的啊 不要钱 但是忘记的话我不知道要不要钱 反正现在这个季节一分钱不要 并且每个厕所都是开放的啊 里边有电有水 非常好 并且服务区的话 景区的游客中心啊 服务区 开水什么都是有的 非常好 咱们看看坐标啊 别来了连坐标都不知道 神农架林区 牧鱼镇三堆河村啊 三堆河村 如果说你住在神农架 方圆五百公里六百公里 这夏天啊 暑假带着自己的孩子 带着自己的父母 过来凉快凉快 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啊 呼吸呼吸清鲜空气 喝一喝这里的山泉水 在前几个视频 大家也看到了啊 我采访的这些 大城市过来的人 在这里买房 就是来到这个地方避暑啊 如果说你像我一样 把车呢 改成一辆房车 或者说一辆床车 你开到神农顶 海拔两千八百米啊 那最热的天气 七八月 那真的是还有点冷啊 晚上 像在那个沐浴镇 那里的商品房 他们说夏天的时候 也就是三十度啊 不会超过三十多度 三十度 真的是非常的舒适 在室内不用开空调 风扇都不用开 真的是避暑的啊 以前我在家的时候 经常往山西跑 因为山西啊 有太行山 那里海拔啊 也就不到一千吧 就最高点就能达到一千 一千多 但是那里还是比较热的 夏天也要到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的样子啊 比较热 就这个地方 来到这个地方 你不用去西藏 你不用去青藏高原啊 就能感受到这种夏天的寒意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水 神冬价 我觉得最不缺的就是水 到处都是水 前几个视频啊 大家也看到了 我下水 穿个凉鞋 下水玩一玩水 非常非常的轻 这虽然说有点浑啊 但是这马上就要出去了 这一直从山上流下来的 山上的水非常非常轻啊 直接就可以喝了 最后一点呢 就像我爸说的 这里的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 很热情啊 真的很热情 我们出门在外 长期旅行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 住车的环境 好环境 还有一个就是水源 在神冬价啊 真的非常棒 住车的环境 每天都是感觉睡在画里边啊 每天都是一睁眼 青山绿水 这种感觉真的非常棒 神冬价呢 我肯定还会来的啊 我不会说来这一次不来了 我还会来的 那些小路 我还是要走的啊 神冬价的大路 我大概走了有 应该不夸张啊 70% 我除了那个分岔路路口 到那个野人古镇 房线那条路没有走 可以说就整个就走遍了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神冬价地图 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大路啊 小路的话没有走 下次的话 专门走小路 好了朋友们 最后呢 再去一下公厕 就出发了啊 离开神冬价 南卫生间 南卫生间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